英国在新一年遭暴风雨哼客袭击 气象部门已经发出强风警报 狂风来袭影响航班降落 英国专门报道飞航动态的自媒体BZTV 上传了各家航空公司的客机 在狂风下着陆伦敦西斯罗机场的惊险画面 多架客机在即将着陆之际突然左右摇摆 接着在缓缓着地 过程显向缓升 还真是替机师和机上乘客捏了把冷汗 根据英国国家气象局的记录 相关客机抵达的时候 机场出现每小时111公里的阵风 气象局星期二向英格兰南部部分地区 发布了黄色恶劣天气警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